把东西全部都把它载入进来 然后呢一个TR 然后这一个再一个TD TRTD 然后一个 再两个三个 分别这个是 GastStream 这个地方的话我是第一栏第二栏第三栏 这边好像他我们刻的是零 可是这是一 所以有点不太一样 一二三三栏的资料 最后记得把它关掉 就是close掉 把那个com把它关掉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来试一下 起点特别之意 我要一定要丢参数给他 他才有办法显示 所以记得不要直接 急着就把按下去 按下去就error了 因为他没有s 所以从这边 丢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sample 中校东 按下送出 丢给这个JSP 用get的方法 然后呢他会做什么事呢 去资料库里面查出来 秀出结果 就这样子 很简单吧 所以 将来如果各位要改的话 请把sq后面这一串 要insert update delete 改一下 改一下 就完成了 所以用这个变一下 其实可以变出很多花样的 几乎 大部分的系统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最后的 像我们写系统 最后都 简单 就是四种方法 大概全部都可以搞定了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先试试看 把那个database 反正先找到 放到这里下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greeting的那个html 把它改一下 那我是建一个是 slate.html 一个是slate.jsp 这两个 好那等一下再来看其他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有一个slate.jsp之后的话 相对的就会有个enjoy的那个 有没有 那个其实可以拿刚刚那个get的范例 改一下 就可以传过来 传过来之后就可以丢回去了 那我们在那个enjoy里面 就可以看到结果 所以你会发现 哇其实 很快 就是资料库就连通了 那将来资料库要做 登录系统 改一下就好了 两个栏位嘛 一个user id 跟user password 那这样的话后续我想 就可以做很多变化了